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是在目前的敏感时机此举一下引起多方关注 此次拍摆并不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而是在位于北京顺义区天竹空港工业区的使馆仓库 举办单位是美国大使馆总务处财产办公室 拍卖时间在8月4日上午9点到11点30分 使馆仓库里都是集装箱货物 很多都是零元起拍 竞拍结果会在8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公布 拍卖只接受信用卡每金付款 拍卖的物品包括住宅家具 电器电脑以及其他的物品 据说由于是白菜价 零元起拍 不少买家冒着北京37度的高温 专门驱车来到现场 不过这个拍卖似乎不适合个人买家 第一它全是旧货 不能拍照 而且还都是打包拍卖 有的包还特别大 比如有80个冰箱和40个柜子 拍卖物品里包括很多旧电脑 但是不能开机 也不保证能不能用 所以很多的电脑配件商不敢买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突然拍卖如此多的物品 一时引起外界的议论纷纷 难道是中美断交的开始 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撤离了吗 其实美国驻所在国大使馆 拍卖物品的历史由来已久 在2018年8月 美国驻英大使馆就曾进行过拍卖会 拍卖品除了一堆办公家具外 还包括100包全新的卫生纸 每包12卷 看上去足够普通人家用很久了 美方发言人称 就是因为新使馆的厕所 送纸机的尺寸跟原来的不同 这些旧的手指全部装不进去 卖了总好过浪费 不过这1200卷手指不单卖 买家必须一气买走 最后还是有30个人出了架 其他的拍品还包括五台带森吸尘器 22把带轮子的办公椅 一盏没灯罩的陶瓷台灯 一台圆具 一套调形板扫描器 以及两部旧的相机 大使馆方面很诚实地标出 两部相机工作状态未知 能不能用不知道 据说当时拍卖物品上最贵的拍品 是一辆黑色沃尔沃S80轿车 被描述为可用的状态 也就是能开 不过车铃已经11年了 之前美国驻亚美尼亚 爱里温大使馆 也曾拍卖过一些二手的地毯 办公椅子 以及一个坏掉的冰箱 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 拍卖过许多的家用电器 打印机电脑以及手机 这次在北京的拍卖会是近三年来 规模较大的一次 而且还是线下行事 据悉 美国驻瑞典 土耳其 葡萄牙等国使馆 举行的是在线拍卖方式 可能是因为中国的防疫工作 做得比较好吧 拍卖救货是美国大使馆的惯例 美方发言人表示 美国大使馆的拍卖 是一年一度的固定节目 使馆允许雇员们 拿那些用不着或者坏了的东西 来换点钱 美国外交事务手册规定 在海外资产没有归还国家的情况下 如果符合美国政府的最佳利益 可以出售 并将所得收益转入财政部 只不过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突然搞这么一场大拍卖 还是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